第三首 也写得很美 有的把它叫优加利树 就写昆明娇妻的一种树 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 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 筑起了一座严肃的庙堂 让我小心翼翼地走入 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 在我面前高高的怂起 犹如一个圣者的身体 深发了前程式的鲜花 你无时不拖你的漆壳 凋零里只看着你生长 在鲜末纵横的田野上 我把你看成是我的引导 祝你永生 我愿一步步的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 这首诗写的是什么 是一种树 这种树在诗人感觉中 引起的一些联想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诗人那时候 每周要到城里上课的时候 他要在一个走树屋里地 他走着看着大自然 很可能看到一件树 它就产生了一些联想 这里他把这种树 很普通的一种树 它讲象为玉树 玉树我们知道是一个传统的印象 玉树临风 杜甫影中八仙锅里面 有玉树临风 这样一种说法 交入玉树临风前 这个视觉的形象 玉树 玉树给人感觉什么 就是非常高雅 是吧 潇洒 颂栗在那边 那么写这种感觉 而且从这种感觉 视觉形象 转移到了 听觉的形象 是吧 你看你秋风里 萧萧的玉树 这个视觉形象 是一片音乐在我的耳旁 是吧 听觉的形象 然后呢 组起了一座严肃的庙堂 让我小心翼翼的走路 这个神庙 这是一种综合的感觉 视觉 听觉 综合的感觉 这个音乐的流动感 是吧 这个在这里出现 接下来 插入晴空的高塔 面前高高的怂起 动感 是吧 一种尊崇的感觉 这个塔 是一种很尊崇的一种感觉 宗教的意味 圣者 升华 超越的感觉 托树 所以他这个从玉树 写到音乐 写到庙堂 然后写到塔 高高的颂起 然后联想到圣者的身体 升华了前城市的先销 那么城市里面那种先销 那种繁俗 那种热闹的生活 是吧 那么在这里呢 得到了升华 进入一个很纯净的 这个很脱俗的这个境界 所以最后后半部分写到 脱壳 脱那个壳啊 是吧 这个凋零中的生长 这个玉树凋零嘛 是吧 这凋零里 你只看到你的生长 在千末 纵横的田野上 这凋零 本来是一个早市 过早的夭折了 是一个很凄苦的象征 凋零 但在这里呢 变为是一种生长 是一种生长 所以最后啊 你看结尾呢 它是化身 结尾写的是化身 化身是什么 泥土 这个死亡啊 就是最后归入泥土 但后面这一记啊 写得比较直啊 祝你永生 我愿一步步化身为 你根下的泥土 这个十位呢 受到一定的影响 太直了一些 所以你们注意 这个十四行诗 它用的是象征的意象 但这里用了一个传统的 这个玉术 这种传统的意象 中西合比 第四首 我们来读一下 我常常想到人的一生 便不由得要向你祈祷 你一重白茸茸的小草 不曾辜负了一个名称 但你躲避着一切的名称 过一个渺小的生活 不辜负高贵和洁白 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 一切的形容 一切的鲜肖 到你身边 有的就凋落 有的化成了你的静默 这是你伟大的骄傲 却在你的否定里完成 我向你祈祷 为了人生 这个写的是一个小草 驱俗草 这个我也不知道 驱俗草是什么东西 记说是在昆明 郊西农村 很常见 很普通的一种草 就写这么一个普通的草 普通的生活 植物 它也有它的一生 以后联想到生命的问题 联想到生命的尊崇 这个生命 它是否高贵 还是低贱 不在意名畏 在意它是不是完整 也不在意荣华 鲜肖 有时候那种朴实的 真诚的日生 它也有它的尊贵 所以写这个储蓄草 它默默地成就 生或死 实际上是 郭颂生命的那种 看起来很平凡 实际上是一种尊严的 注意啊 这个跟传统的 永物诗有所不同 它有很多理性的 融入 而且有它的体验 譬如说 它想到那个储蓄草 这种平凡的小草 它也有它的生命的担当 它也有它的孤独 这种诗呢 就是一种 对生命的一种感觉 一种尊崇 永物诗 注意 把握 那种 担当的精神 那种 对生命的尊崇的 那种感觉 这是第三属 我们看第十五属 第十五属 第十五属 我念一下 看这一对对的堕马 驮来了眼方的贺物 水也会冲来一些泥沙 从些不知名的演出 风从千万里外 也会略来他乡的叹息 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 随时占有 随时又放弃 仿佛鸟飞墙在空中 它随时都管领着太空 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 什么是我们的实在 从眼方 什么也带不来 从面前 什么也带不走 它写的是由 堕马 就是一个 运送物资的一个马 马屁 从眼方 这个堕来了 运输来那些货物 从一个很常见 普通的这种生活的景象 联想到人生 联想到时空的感觉 所以第一季到第六季 看着一对对堕马 到略来了他乡的叹息 它写的就是 你看这些马 把东西从别的地方运到这个地方 水也会把一些泥沙 冲到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风也可能把别的他乡的信息给带来了 就写的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和力量 对物质的搬运造成的一个这样的后果 他从这种常见的生活 谁看到这些生活一般不会这样去设想 但诗人想了很多 有种超越的感觉 他就从这种物质的时空的流动 一种变化来叹息 感到那种无常的感觉 然后又转到第七到八季 就第三节了 仿佛鸟飞翔在空中 随时管领太空 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 他写的鸟在天上飞 在天上飞过去飞过来 它好像很有力量 占起了这个太空 但其实它占起了 它随时又放弃了 第三段 其实写这个鸟儿是那么自由 但其实它也是一无所有的 它并不是占领的 物质的占有和放弃 都是难以把握的 大概是从鸟的占领和放弃 想到物质的占起 想到人生 最后一节 什么是我们的实在 从眼方什么也带不来 从面前什么也带不走 实在是可以把握的吗 物质性的占有 是可以把握的吗 比如说你现在有 有房子 有车 有有钱 物质性的占有 是你人生最快把握的东西吗 它是否定的回答 从中引发出一个 精神 旷眼性的 向往和追求 这个是什么 是我们的实在 眼方什么也带不来 面前什么也带不走 是吧 这些诗呢 事实上写了多少有点 这个无偿的感觉 是吧 有点无偿的感觉 是对人生的一种设想 从那个堕马运东西 从风带来他乡的信息 想到一种 这个时空 人的一生 他的占有 他的放弃 所以对现实的那种占有 特别是物质性的占有 他有一种怀疑 达到一种对精神 旷眼性的一种探求 最后我们念一下第十六首 十六首 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严谨 化成面前广莫的平野 平野 化成平野上交错的西境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三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长 我们的忧愁 是某某三波的一棵松树 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 我们随着风吹 随着水流 化成了平野上交错的西境 化成了西境上行人的生命 你们注意 读这种哲理性的诗 跟读国木若 抒情的 或者爱情 那样印象说情的 这十个不太一样 它首先把握的不完全是情调 把握的是 它关键要表达的那些词 像里边 这个第十六章 这种诗里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化身这两个字 你开头你看是化身 其中也是化身 化身是什么意思 化身就是一种中国哲学里面讲的以自然的交融 明心见性 这是一种哲学 也有点像西方的泛神论 泛神论 像这个泛神论 就是说认为世上万物都是有感觉的 都是神 都是有灵性的 石头它也有灵性 鸟它也有灵性 人只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 泛神论 这首诗写得非常好 刚才说了 明心见性 你要注意它在写化身 过程中那种感觉 那种体验 那种想象和意象的融合 你看你想象 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 你们想象 你们不要想象成 好像一群人 去爬鬼剑仇 爬西山 太热闹了 你想象是一个人 很孤独的 到了一个山上 站在高高的山巅 这时候才会化身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眼睛 化身为 化成平原 化成西境 然后又看到 你看哪条路 那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 那片云没有呼应 这时候你感觉 整个大自然 整个大地 好像都有了灵性 彼此之间都有了联系 都有了呼应 人不过其中的一种 这是化身 我们的生长 我们的忧愁 跟那个松树 跟那个农物 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我们随着风吹 随着水流 这个我们 也是一种物质的生命 不过是有灵性的 也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 是吧 我们也可能化成 平原上交错的西境 化成西境上 行人的生命 这点似乎好像 从自我的那种感觉 血液的循环 情细的波动 里边能够感觉到 大自然的那种韵力 写人 同时也是写大自然 所以这个诗 是写得非常好的 你们读这个诗的时候 也就是有 中国的感觉 中国传统哲学的感觉 天人合一 最后一首 第十八首 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在一间伸缩的房里 他白住时是什么模样 我们都无从认识 更不必说 他的过去未来 沿野 一望无边的 在我们的窗前展开 我们自依稀地记得 在黄昏时 来的道路 便算是对他的认识 明天走后 我们也不再回来 闭上眼吧 要那些亲密的夜 和伸缩的地方 只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生命 像那窗外的沿野 我们从朦胧的沿野上 认出来 一棵树 一闪 湖光 它一望无际 藏在望缺的过去 隐约的未来 这首诗 我理解为 它是一首琴诗 但这个琴诗 不是琴琴窝窝窝的 它有一种超越感 有一种超越感 我们常常 常常 有时 常常 可以想象 两个相好的琴礼 他到一个地方 住在一个地方 一个礼馆 一个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是陌生的 新鲜的 是神秘的 所以白天的印象 白柱的印象 什么模样 我们无从认识 白柱的印象 显得迷离 神秘 这其实是恋爱中的感觉 无关紧要 这一切完全是偶然的 是随意的 但是因为呢 因为有了那个亲密的业 在诗歌里面 没有直接的写 所以那种 无意识中的那些遭遇 就可能会交织在其中 所以最后三界线 生命的过去 留下的很多痕迹 这个朦胧的炎夜中 一棵树 一闪浮光 一望无际 藏在望却的过去 陨跃的未来 就是意识的 无意识的 那些美好的感觉 迷离的感觉 都藏在自己的生活中 记忆中 这首诗写的是爱情 其实写的也是生命之理 就是贯彻了生命交流的 交融的那种感觉 最后我还是念一首 二十一首 写的也很好 二十一首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在灯光下 这样的孤单 我们是这小小的茅屋里 就是和我们的用计中间 也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 铜炉在相往着深山的矿苗 似乎在相往着江边的陶泥 它们都像风中的飞鸟 各自东西 我们紧紧地抱住 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又把一切都淋入泥土 只剩下这微弱的灯红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赞助 这首诗 你们读起来 感觉好像很神奇 它写的就是那种情绪 很孤独 你想象在一个孤独 在夜里一个人听着狂风暴雨 灯光下那么的孤单 在这个茅屋里边 突然那个用计 所有的用计在这狂风暴雨之中 所有的用计 所有的家计都变得陌生了 产生了距离了 所以才有铜炉 向往旷苗 慈福向往陶泥 都像鸟中的风以 各自东西 好像你看陶气的东西 它要回到它生命的本言 那么铁气的东西 要回到旷苗 要回到它的过气 好像突然都有了生命 各自东西 这是我们紧紧抱住 好就自身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吹入高风 暴雨又淋下泥土 不能够在这种时刻 人的无助 最后就是剩下微弱的灯风 正是我们生命的暂住 这些事我想理解为是 在宇宙面前人的生命的那种渺小 人都是暂住 暂住人的感觉 有时都是不能靠不住的 这个诗 潜意识里面写那种生命的一种体验 所以我们就把冯志的诗句 就讲完了 总的来说 十四行诗是写得非常成功的 它这些诗都带有某种哲理性 有一种超越的感觉 它写的都是一些比较 那个终极关怀的问题 譬如说生命 时间 死亡 生长等等很大的一些问题 但这些问题又不是空泛的议论 它把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体验 融会在它看到的大自然的 这些景象里面 转发为自己的美妙的一种诗歌 而且这个十四行诗实在是很难写 歌力要求很严格 但是冯志既能够按照它基本的歌力的要求 形式的要求 又比较放达 能够达到中西的结合 非常成功的代表性的一个 三四四年代的一个诗歌的精品 所以这些诗应该说 我们做了一些解释 但这种解释不是唯一的 每个人读这诗可以充分发挥你的联想 你的想象力 你的体验 还有你的感悟 这样我们就能够读出这个诗歌的韵味 才能够达到真正达到这种艺术 鉴赏最高的那种境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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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